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你们也欢迎你们 希望你们学到这个社区重化以后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社区的发展的各样的活动 我们今天目的就是说在这个社区选区重化的程序上面 我们希望是争取我们唐人街大唐人街地区能够成为一个同一个选区里面 在英文说我们希望在地图上可以找到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社区已经有110年的历史 但是从很多不同的各方面 特别是在政府的一个选区方面 好像我们是完全不存在着 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机会将我们唐人街所有的华夫居民 能够画在同一个四个地区的选区里面 提升我们社区的政治力量 提升我们社区的声音 那先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社区重化方面的历史 其实上社区重化是我们社区已经有很多几十年的历史 我们参与这个非常重要的政府一个程序 首先是大家知道亚裔是我们华人或者是亚裔 不是一个人数很多的主意在美国 但是我们倒是一个增长最快的主意 所以在过去几十年 特别是我们大唐街地区 我们的华人人口增加一倍多 每十年差不多我们的人口都增加了大概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 当然是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从1990年开始 我们就是在亚洲方面中国开放 我们多了很多的新移民 都是种种的因素都影响了我们这个社区的发展 那提到这个社区重化这件事 我们这个社区首先认识到社区重化这件事 大概是在30年前 1991年的时候 我们以前是在一个第一区里面 后来因为第一区发生有些政治的问题 我们的区整就是做得好 那政府要在选区重化的时候 想要将我们唐街地区分到这个南部 另外一个区里面 那这个区里面很多这个各种的条件都不得好 那我们那个时候认识到在社区重化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的争取说 我们希望唐街和小地区可以放在25区里面 25区那个时候是默示个人区 我们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移民的社区 跟他们的利益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跟他们在一起总是有一点好处 这个是我们首先认识到选区重化 对我们的各种的影响 到10年以后 在2001的时候 就是2002千年的人口普查 我们发现到我们人口增加了50% 还有大家以为我们长期就是我们这个永活街 社卖落入 这个小个地方 我们叫做老唐街地区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人口不单是增加了50% 我们人口都向西西南移动 在桥港区 我们的人口比我们在这个老唐街地区更多 那我们认识到就是 我们就是在不同的医区里面 包括市的医区 州政府的医区 郡政府的医区 那我们就首先发出一个运动 希望我们在2001年选区重化的时候 我们唐街 我们叫做大唐街地区 唐街是我们老唐街 大唐街包括我们所有华人聚集的地区区 能够在化区里面 化在同一区里面 那我们的政治力量 我们的胜任会提升 那个时候是我们一个新经验 但是我们跟市政府联系以后 市政府第一次在我们唐街举办一个正式的公庆会 在我们华国的图书馆里面 我们社区里面非常荣誘的参与 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很多社区的议题 要是得不到政府的重视 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声音 没有这个政治力量 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议题 就好像说 在华街跟Archer这个地方 就是图书馆里门口这个路口 是完全没有路灯的 过马路非常困难 常常有交通意外 还有一些都是有人在这个过马路还碰死了 那那个时候社区生起来说 我们要求的东西都没有人听我们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在政治上没有力量 我们都是聚集的地方 就是分开不同的区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第一次认识到我们社区的力量 提出来 但是结果 大家都觉得我们就是讲的非常充分的理由 但是结果最后我们还是没有得到什么发展 我们唐街还是分配在 跨在不同的区里面 那一下子又过了十年 十年以后 就是很奇怪 十年前我们做的功夫 很多还记得我们 所以当2011年开始 选区重划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 州政府的 跟这个市政府各方面 大家都提到说 我们已经听到说 唐街要争取他们 画在同一个选区里面 我们都愿意听他们的意见 听他们的声音 所以我们2011年 就是10年前 我们就又再一次推动我们的选区重划 这个运动 要求我们大唐街地区 可以在市政府 州政府每一个选区都是画在同一个选区里面 经过我们一段的努力 我们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成果 就是在州政府方面 我们 因为我们的努力 州政府通过了一个 要叫做2011年投票权法案 我们叫它 昏迷做唐街法案 这个法案是保护说 要是一个区里面 有时候讲不同言语的少数民族 虽然他们人数不是太多 我们不能够故意将他们分开在不同的选区 减低了他们的政治力量 通过了这个法案以后 2011年 在选区重划的时候 我们大唐街地区 所有90%以上的华人都划在同一个区里面 几年以后 我们就看到有第一个我们的民选议员 我们华裔的民选议员 再过四年 就是去年选举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州议会里面 已经得到这个鼓励 有五个亚裔人是在这个州议会里面 表示我们亚裔的政治力量 已经提升了很多 但是2011年我们继续在推动 市政府重划的时候 结果我们还是得不到这个成果 我们这个大唐街地区 还是在划在三个不同的区里面 25区 11区跟这个12区 那这样子一下子就到现在 10年以后 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机会 就是我们过去20年 每10年我们人数一起增加 这一次我们增加的没有以前那么百分率那么高 但是这一次我们跳过一个数字 就是有可能就是要是一切都画的好的话 我们有机会画一个市政府的选区 里面我们华人是这个区的大多数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 刚才说就是将我们的放在地图上 就是以前我们好像不存在 现在我们应该是在政治上受到大家的重视 这个是我们简单介绍我们这个选区划分的历史 好 大家就是知道每10年我们有一个人口普查 最近这个人口普查数据是出来晚一点 因为我们去年有这个疫情的关系 但出来以后我们得到一个内部的数字就是说 芝加哥地区亚裔就是在过去10年以内 就是从14.7万增加了19.2万 就是以前10年前我们是整个芝加哥地区亚裔是5.4% 10年以后我们已经达到7% 这个是亚裔不是我们华裔 就是表示说现在我们芝加哥地区 在所有人口里面亚裔已经渐7% 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市政府里面 没有一个我们亚裔的民选的代表 这个是不公平的 但是205的情况比较好一点 过去10年我们人口从58.7万增加到75.5万 100%就是从全州的人口的4.6% 增加到5.9% 但是虽然人口没有芝加哥地区那么多 但是我刚才讲过 因为社区的努力 我们在伊利诺州的州议会里面 已经有五位不同的州的民选代表 简单看看我们唐人街地区 这个华裔人口增长 不是芝加哥地区就是我们南部 芝加哥大芝加哥 不是大唐人街地区的人口 1990年我们一般说我们人口是12000 到2000年的时候 只有18000 刚才讲过很多人的增加都是在桥港去的 这个百分比就是50%了 到2010年我们人数就增加到27000 我们今年的数据 我们还没有这个详细的数据 表示分开这个芽裔人士跟我们华裔人士 但是我们不记得 我们人口大概是在3万5000左右 有时候也是不小的这个增加 这个就是我们人口就是 除了芽裔是增长率最高 我们华裔比他们其他两亿增加率更高 但是你看到因为我们人口的增加 就是增加的时候 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这个老唐街 是一个非常小的区 我们增加就是向西南移动 跑到桥港去跟这个麦根里公园那个区 变成我们所谓大唐人街地区 一下子变成是分布在很多不同的议区里面 比如说美国国会 这个国会议员 我们大唐人街地区 有三个不同的国会议员 在郡我们有三个不同的郡的议员 我们在这个市里面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一点 我们是25区有一个区长 在11区桥港区长 我们在西边那边 还在12区 12区还有另外一个区长 所以我们就是说 我们这个2万多3万多人 分布在不同的区里面 那我们要什么是有什么要求 我们上面就不能够集中 谢谢 现在想问大家一个 我们继续会更加的讨论这个 选区重划这个议题 那先向大家问一下 我们这个调查 大家对这个选区重划 有多少个认识 你熟悉不熟悉这个议题 等会我们有一个荧幕给你看到 你可以选择从1到5 1就是说我完全不熟悉 第5就是说我非常的了解 大家可以看一看再放一个答案 我们再继续 你们可以看到荧幕有一个问题 你可以在手机或者是在你的电脑上 都可以打进去 给大家有一点负重 给大家有一点负重 大家填了没有 已经大部分人都填了 You got a result Yeah 所以总共有16个人 完全 OK 不同的程度 OK 那么希望今天我们有机会 简单介绍这个议题 大家就是有个共同 有个共识 共同的了解 OK 那我们继续 Thank you very much 大家谢谢 谢谢 谢谢 我们看到有些人是很了解 也有些人是完全不了解 所以 很谢谢大家 Yeah 我们希望交大家在一起 就是这个原因就是 这个议题是十年一起才碰到的议题 我刚才讲过 这个议题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不是很大的娱乐性 但是大家参与的时候 每十年我们有些老干部 以前都十年现在 二十年现在 大概每十年 我们都有新一批的我们社区的热性的分子加入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透过这个程序 再一起给我们这个进进来的有一点交流 那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做这个就 就会群彻群役这样子 一继续做这个 那再回头讲一讲 选区重化这件事就是 刚才说 每十年美国有一个人口补差 人口补差以后 根据人口补差 就有这个选区重化 那选区重化 就是每个地区化了一个选区之后 就是根据每个地区 就选区他们的民选的各样的议员 这个选区包括联邦政府 州政府 市政府 地方政府 但是给大家看到 有一个图在旁边 在这个化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选区重化成为一个议题呢 就是你看这个 一个图 譬如说一个地区里面有五十个单位 但是你知道这个区里面根据人口补差 他的资料 这个区里面 五十个小单位里面 有六十个单位是蓝色的 在美国蓝色就是民主党的意思 百分之四十是红色的 是共和党的意思 是本来那选区 画了选区 公平的话 你选出来的民选代表 要是这个区可以包括五个区的话 应该公平的选出来 只有三个是一个蓝色的民选的议员 有两个是红色的 但是用不同的方法来画这个选区 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 你看看这个 右一点 一个图 就是 换一个五个很长方形形的 这个选区的话 这样画的时候 结果变成是 我们 变成 蓝色的 可以有 控制的五个区 红的 一个都没有 到另外一边 也看到说 用不同方法来画这个选区的话 结果 反过来 就是 红的 本来是人数是40%的 他们选出来 可以控制了 就是有三个区 蓝色的 虽然有60%的人口 只可以控制了两个区 这个就是说 选区重划 在这个政治力量 在这个选举结果 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这个选区 不平化分 在英文有一个名字 叫做 Jerrymandering 就是在 Jerrymandering 就是以前有一个 看到 大家看到旁边有一个地图 就是一百多年前 有一个麻州 一个州长 就是 签了这个 这个 画地图 那个法案出来 画出这个选区 这个选区 并变成是一个 一条这个龙 就是一条这个爬虫 就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样画呢 就是他们故意在交损 就是 损出他们 心目中认为 可以 对他们有优势 对他们有利的 选民 所以 所以就是 用尽 用尽不同的方法 来这个操纵 这个 区的 区里面的 选民 的 这个数据 那画出来 这个 变成一条这个 Jerry 就是这个州长 Mandering 就是 一条这个 实义的意思 就变成 表示这个 非常不公平的 划分 的方法 划分出来的结果就是 什么意思呢 本来选举应该是 我们选民来选 对我们 就是我们觉得是 好的官员出来 当然反过来 要是他们画这个 他们就是 不是我们选 这个政治家 乃是政治家 要选 谁 谁做他们的选民 所以他们觉得 我要这一批人 这一批人 我会选我的 我就画来画去 画一条 一条这个龙出来 里面都是我的 就是刚才我会想 人做的这个 主义 可能得不到 这个应有的 这个代表 但是最好 最终结果就是 不但是在 选举的结果里面 不公平 很多时候受害的 受到这个 不公平的比例的 影响的 很多都是 比较是少数民族 有时候这个方法 是特别用来 减低少数民族的 政治力量 所以就是 这个 一般来讲 大家都知道 有这个 选举 操纵选举 划分的存在 但是 有时候也是 大家都 有很困难 来应付这个问题 第二个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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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种情形发生的 就是因为人口普查结果以后 所有美国的选区 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都重新化一次 但是怎么化呢? 这个州完全不一样 就是每个州来决定 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 每个州可以决定 他们这个州用什么方法来画这个选区 谁来画这个选区 那变成就是说 有时候州政府是一个党 控制州政府的时候 他就可以画一个地图 特别好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gerrymandering 好一点实意 一条虫走来走往 拐来拐去 就是包括了他们的 虽然他们的人口可能不知道 也会在这个选区赢出来 这好像说 那不同的州有不同的方法 那我们伊尼诺州也是用这个多数党 来州议会 州议会来画 那州议会当然是多数党的控制有这个优势了 但是全美国最大的州 加州 他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主党的州 但是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是用一个非常先进的方法 所以他们画的方法是有一个中立的 完全是独立的 选去从外的委员会的话 所以每个州都是不一样 在美国现在来讲 就是州议会 很多大多数的州都是这个共和党控制的 但是很多州虽然是民主党人数多 但是它控制的州是不多 所以边上好像说 要是你好像刚才这个例子 你在打这个球的时候 本来打这个球是公平的 一个投场大家 这个规矩都是非常的明白 大家就是打球 打了以后 有一队上出来 上出来以后 就是好像说 你当选的这个州议会了 选了州议会的时候 你就是决定说 下一场我们打球的时候 用什么规矩 用什么法律来推动 那这样子变成不公平了 那我赢了这一场 下一天我决定说 这个球赛 这个球赛的办法是应该这样子 这个球场应该是射下去的 就是对一方面特别有利的 那结果明显的 那打球球赛的结果 就不会有一个公平的结果了 所以为什么有这种 所以每10年这个选区重发的时候 很多地区的州议会 市长 这个民选医 都有很多这个政绩 在就是 正说 反正是就是 在处在 不是处在优势的 少数的党 就会说这个是不公平的情况存在 那因为有这种情形 法上 在1965年 美国联邦政府 就定了一个 联邦投票群法案 就是在其中 希望是也是加进一些 对特别是对 少数民族 一点保护 就是说在 在 在充分的 条件以下 就是不可以刻意的来 操纵这个选区的重发 令到这个少数民族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就是 就是有时候 有几个很多 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俗语 就是一个叫做 分裂 分裂就是好像我们唐街地区 我们人数那么多 本来是将我们放在一个区里面 我们就可以控制这个区 我们这个声音就非常大 我们社区的议题 就会受到重视 但是要是你将我们分裂 在我们区里面的居民 分成很多不同区里面 我们每个区里面 我们的比例的力量 都会变成非常的少 我们的议题就不会受到重视 另外有其他方法 来减少少数民族的政治力量 但这个是对我们 唐街的方法 Next slide 在我们自家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 芝加哥的选区重化 芝加哥有50个区 这个是州法律定下来了 那这个50个区 每10年根据人口普查 来平均分配 就是化的时候 我们这一次的人口普查 我们芝加哥人口 增加了一点点 大家非常高兴 本来以为是减少的 反而我们增加了 我们还在 芝加哥还可以保留 我们在全美国 地上城市的位置 这个是我们 近年一个大的新闻 本来以为我们人 人是少人多 但是没有发生这件事 那我们芝加哥在 2700多万的人口 还是50个区 那除了这个 50每个区应该是 应该是平均有 大概5万5千人 这个那 根据这个原则 就是 这个芝加哥的市议会 就会画这个 芝加哥50个区的 选区地图 但是我们芝加哥现在 画这个选区地图的程序 是要闭门造 造区地图的方法 所以关起门来 外面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到现在为止 我们居民 没有办法知道 他们是在芝加哥里面 卖什么药 他们想的怎么样 准备什么样的画 所以这个是 我们面对一个议题 还有这个选区 重复方面 市议会 根据这个法 法律 就必须在 今年的12月1日以前 提出一个选区的地图 提出一个选区的地图 然后在4亿位里面通过 法律也是要求说 在50个选民代表 50个区奖里面 一定要超过40个 那这个议案就会通过 这意思说 他们画了一个地图出来 需要41票来通过这个地图 下一步 那现在就到我们 这个是简单介绍 这个选区重外情况 我们面对的议题 我们人口增加了 我们怎么样 可以保持我们区里面 我们的利益 争取我们应有的代表权 我们争取我们芝加哥地区 我们人口已经有7%的亚裔人口 我们没有一个亚裔的民选医 我们尽量有机会 有一个 以华裔为多数的选区 但是我们怎么样 可以见这个变成一个 这个梦想成真 我们以下继续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好 我们下面这个环节 也是互动的一个项目 我们现在看我们总共有五个问题 每一个问题让大家可以 可以反映一下 你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这个谈话框里面 也可以说出来 我们会把你的意见打进这个板上 这五个问题是 第一个是 你最喜欢的社区 应该是你在最喜欢唐人街这个社区是什么 你最喜欢 在唐人街社区里面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什么 什么 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说 你在这社区里面最喜欢的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你在 你认为唐人街这个社区或者是 这个大唐人街包括 乔港 乔港去Bridgeport和McKinley Park 你觉得这一个整个区有什么地方 与其他的社区不一样 然后 好 现在 第一位说最喜欢的是美食 还有什么最喜欢 在社区里面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或是觉得你 这个社区有什么特点 跟其他区不一样的 还有没有其他意见 可以打在唐方打 打上去或者是 也可以说出来 最喜欢啊 另外也有 你说 我最喜欢的是有同一个语言 同一个同一个语言 还有有两个人都说最喜欢唐人街的美食 便利是方便 唐人街有特色的园林 还勤劳 有新年游行 同样关心的问题 关心 大家关心同样的问题 meet people 可以见不同的人 见认识的人吧 见不同 好 还有呢 可以说一下你觉得 有很多华人传统活动 有许多华人传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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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家的感觉 第二个问题是说 有什么是什么让你觉得 这个社区 比其他的社区不一样 有什么是觉得这个 与众不同的 还有一些一个美食 有书 Kashif 这个是与众不同吗 还是美食 美食也是与其他区不一样的 你可以在那个杂活店尼 rumors 里面买到我们喜欢的东西 可以在找货店里面买到喜欢的东西 还有什么让你觉得这个 我们说唐人街不是大唐人街的地区 唐人街 Richport McKinley Park 这一个大地区 有很多机构提供中文的社会服务 所有银行那些办事的地方 都可以有提供我们讲中文的工作人员 银行和其他的服务都有提供 都有中文的职员提供服务 Very easy to get there 很容易 很容易 就可以去唐人街 很方便 还有什么其他的 比其他地方清洁 好 都有很多好处 好 我们这里 还有一样就是我们好像感到更自信一点 更自信 自信 其他地方清洁 有停车场 更自信 更自信一点 我停车场 好的 那可以谈谈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当然有很多好处 有很多跟其他区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三 你们 你们 有什么地方在区里面 有什么地方跟其他社区成员 跟其他区里面的人 会最会或者是交流 有没有什么社区团体 或者活动或者传统 会把你们的社区聚在一次 聚集在一次的 刚才好像讲过 这个什么唐人街的游行 还有其他活动或者是其他的传统 会把 去里的人连在一次的吗 trinatown fair 还有其他活动 还有餐馆我们可以约亲朋戚友去聊天 可以在唐英街的餐馆跟亲朋戚友聊天 还有我们一些社区的中心 我们也可以在那边参加一些活动 比如说宋联中心可以让老人家聚在一起的地方 学书画 学太极这些 华智处的宋联中心和其他的社区中心有不同的活动 可以让大家参与 还有中华会馆都有很多下流活动 也有很多机构能够提供给居民方便的咨询各方面的信息 有很多机构可以提供 我觉得我们台湾街很多居民都非常重视我们区里面的老人家 重视区里面的老人家 就很多时候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小村都会特别提出来对我们区里面的老人家有不同的照顾不同的服务 嗯 好很多不同的机构有对我们老人家有不同的照顾不同的服务 好的 还有什么新竹 中国的节日 好 下一个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题目 就是问 你如何 或者是在何处处你在你是怎样和在什么地方得到社区里面的资源和服务 比如说食品或者教育医疗保健或者交通 这里呢就是问比如说你要买菜啊在哪一些地方买菜 比如说要看医生在哪一些地方看医生其他 中文包子 中文包子可以得到社区的机缘服务得到消失 还有什么其他的 中文包子可以得到社区的机缘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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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里得到知识服务 或者得到知识信息的 还有我们 Hili小学 Hili小学每年都有新年的午餐 你说 我们华浦更好团结联盟 有提供给大家的房租补贴的申请 有青年活动的团队 也有提供给义工参与的一些活动 更加能够提供给大家很多资讯的信息 还有在美亚中心也可以办到那个白卡 在培的中心也可以能够申请很多移民的活动 也有害食物 也有打疫苗 还有我们有那个专门提供 Covid-19 testing的那个 明镜的实验室 这都是为中国人提供的特别方便的那个服务 很多不同的服务 好 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题的题目 就是说 你在社区里面 有没有赞助或者参与 有什么企业或者是非盈利组织 刚才说了 说了很多不同的非盈利组织 可以都放在这里 他们怎样 他们如何会整个社区做出贡献 你可以想到有什么企业或者是非盈利组织 Maggie D说华人这是华人知识服务处 还有刚才提过的培德美亚等等 都可以放在这里 还有其他的企业 什么项业或者什么 你觉得是对这个社区来讲是很重要的 还有我们社区有一个叫先锋贷款公司 在这疫情期间为很多商业组 那个居民提供了很多 帮他们申请政府的一些贷款 或者是福利的财政方面的支持 还有图书馆 还有没有其他大家可以想到的 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唐一街和这个区 整个区有很多很多很好的 你们喜欢的很好的特色 也可以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服务 包括非盈利的团体也有一次不同的企业 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如果要画一个地图 应该把这些都包括在里面 Next slide 我们刚才说每10年一次 市政府会重划选区 会重划一个地图 把我们这次区重新分成不同的小区 当然现在目前分为几个区 刚才陈先生已经说过 这只影响了我们的代表性 把我们的声音都分散了 大唐人街 刚才我们说唐人街住住的地方分开 在三个区里面 这包括第11区 第12区和第25区 如果你看这个地图 在唐人街 相叶的地区 就是第25小区 然后呢 Bridgeport这一带往西走 这是第11区 然后再往西走到McKinney Park 现在是第12区 那我们的亚裔的人口 可以分散不同的选区 就会把我们的影响力减少 在美国来说 我们亚裔或者华裔的社区 亚裔的政治权利也减少了 Next slide 我们会争取唐人街的利益 就希望将大唐人街地区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分散的地区 都统一为一个选区 因为我们可以统一为一个选区 我们就可以直接选与一为最了解 并最会我们是去争取利益的语言 因为我们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不用去上个不同的语言去争取 去斗争 可以跟一个语言表达我们的意见 然后他们在市议会会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议题发声 发出声音 就可以加大对唐人街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争取 唐人街社区高中 也不用找上个不同的语言来 市议员来争取这个高中 可以向一位语言来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可以帮我们争取 第二呢 就可以会社区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服务 提供更多的资金 比如说可以增加语言学习 公民课程和其他服务的经费 最后呢 可以积极让社区参与社区的确策 比如说我们有这次会议 可以职重一起我们的力量 也可以统一我们的声音 这个刚才已经谈过 芝加哥亚裔的人数可以可以调过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芝加哥 亚裔人口占城市人口 八分之七以上 如果我们说有五十个小区 五十个小区八分之七应该有三个小区 代表亚裔人 亚裔人 但亚裔人口占多数的选区暂时是没有的 没有一个小区 是亚裔占多数的 Next slide 你们可以看一下亚裔人口 亚裔人口的分布 这个是纯芝加哥市 亚裔人口的分布 你可以看到中间这一块 在中下的这一块 就是我们唐人街 你可以看到中下的这一块 就是我们唐人街的附近的这一区 亚裔人口的分布 占最大的比例 Next slide 我们今天要分享两个草稿的地图 第一个呢就是CARC DCARC是 Chicago Advisory Redistricting Commission 就是西加哥基层重新划分委员会 是一个从 这个不是一个政府指定的一个委员会 而是从全民中间挑选的一个独立的委员会 他们向每一个50个小区 每一个区都寄生 征求不同人的居民的意见 然后集中起来 是画了一个50个区的地图 他们画的地图呢 在我们这一带的一区 你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一区 就包括Armor Square Ritchford和McKinney Park 这一个地图呢 亚裔的人数是大概48.47% 这个是其中一个 我们可以集中我们力量的一个地图 不过他们画出来的地图 都不是亚裔占多数的 是刚刚比占多数小一点 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听这个会议的 各位区民 各位人士如果有兴趣积极推动 我们是因为会画一个亚裔为主的一个区 我们就应该跟这个CRC翻译提出我们的意见 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地图改过 把这个地图改成我们这一区 有亚裔人口占多数 Next slide 我们CBCAC华部跟郝田杰联盟 也有一个草稿 也是就是把我们唐云街 Bridgeport McKinney Park都包括在里面 我们画出来的地图 其实有几个不同的图 这个是其中一个 这个其中一个大家可以看 看到呢 就亚裔的人口占51.4% 所以这个可以 这个会是亚裔为主会多数的一个区 大家如果看这个地图有什么意见呢 刚才说的图书馆 刚才说的你们希望 包括在里面的 你们觉得对我们区的重要的 不同的图体 是不是都包括在这个地图里面呢 可以 这个地图可以放大一下吗 Derek can you make it a little larger 再继续 我们也要加别 joints 再继续 我们应该可以放大一下 多小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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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大家可以看到吗 都是 it's not that much larger 可不可以看到里面的 我们这里就是 东边是Clark Street 是Clark街 然后呢 北边最北边的 右上角是Pingtown Park 唐吉平公园 和唐吉平公园 北边是公园的地 不过暂时是没有人口在里面的 然后一直援助基加哥河 一直到这个西南 就是McKinley Park 中间 这都包括亚裔人 人数最多的 不同的区 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对这个地图 同时Direct已经把地图的链接 放在了我们的聊天框里 如果大家想会后 想再去仔细的看一下地图 或者跟实际地图去比较的话 可以把链接打开 然后复制下来 然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对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可以记住 我要跟大家再讲一遍 就是说这个是其中一个提议 我们可以就是证明我们有机会可以画一个亚裔人为多数的一个小区 还有其他比如说如果我们把东边加一点或者是西边加一点 可能里面的人口数不一样 如果你们觉得有什么意见 比如说有什么有什么机构社区的团体或者什么企业或者什么项店 你觉得是应该包括这里面的可以提出来 或者是可以给我们发邮件提出 好 我们可以去下一 We can go to the next slide We can go to the next slide 文言你可以记住吧 就像刚才陈主任说的一样 我们刚才的CBCC绘制的这个草图是否包括上面这个 这个CARC绘制的这个草图 它是否显示了我们包含了这个大唐人街选区 这些选区包含了你觉得那些重要的亚裔人口聚集的地点 然后比如说您经常去的一些超市或者一些服务商 他们是否被包含在了这个选区里头 所以我们在现在或者是在以后 我们可以去想怎么样我们能可能把地图做得更好 然后能让我们的整个大唐人街社区更加的完整 Derek 下一条 请你 所以呢 通过今天的会议 在大家了解了这个整个重划选区的历史 以及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状况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呢 是有两件 第一件事情呢 是对CARC的城市 前面我们看到第一张草图是做出回应 无论你觉得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或者是你觉得哪一条街应该包含 或者应该被取掉 是需要在10月1日之前参加听证会 并获取书面意见的 然后呢 同时如果您觉得您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您可以联系我们华部更好团结联盟 我们可以帮您准备演讲稿 无论是英文的或者是中文的 而且安排您与市议员见面 提出您的声音 然后使大长安街社区变成一个完整的选区 现在呢我们是到了投票环节 就是在陈曾华先生和陈本恩女士的讲解之后 您从一分到五分是否更了解了 从外选区的整个意义 以及一些概念和知识 所以现在您可以去投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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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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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outs都放映 verk ع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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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打出的是我们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 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请随时联系我们 或者想参与听证会 或者与事与员见面 发出你的声音 都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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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